一场农夫山泉质量门的风波彻底打碎了中国大陆民众 对于中国食品安全最后一线的希望 瓶装饮用水都不如自来水了 那么老百姓还能喝什么呢 各种五花八门的瓶装水哪种才是最干净的 为何各种瓶装水企业执行的标准不一样 诸如此类的疑团成了目前人们最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 那么这一切的背后呈现出中国瓶装水行业 质量上的隐忧和标准上的乱象 在公众的认知当中 瓶装水理应比自来水更加安全卫生 然而通过对比两者国家标准的水质指标得出 瓶装水质指标仅有20项 自来水质指标则达到了106项 而诸如拱、银、四氯化碳、甲醛在内的独理性指标 以及PH值、硬度等较为常见的水质指标 都没有出现在瓶装水国标中 甚至有专家研究发现 在对微生物的要求方面 瓶装水国标还要低于自来水国标 例如瓶装水国标中 大肠菌群指标为每100毫升小于或等于3个MPN值 而自来水国标中则要求不得检出大肠菌 好像瓶装水的标准确实是比较老 或者一直没有一个适合的标准出台 自来水的指标应该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吧 国家颁布了一个更加严格的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的这样一种指标体系 那是不是自来水就肯定比瓶装饮用水要干净呢 一位大陆自来水安全检测专家向新唐人道出了不为人知的实情 同时专家还指出 一些外在因素也会导致自来水水质安全出现问题 例如地下水管壁的锈化和水源污染 此外有些地方的自来水源因为过脏 不得不用大量药物去净化过滤 当地自来水厂可以和化工厂相媲美 而这种含有大量化学药物的自来水 如果直接饮用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我们中国为什么每天有8500多个癌症病人 每6分钟有一个肺癌一个肝癌 其中肝癌就和水有关 七清红认为 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 其实是中国的发展模式 随着饮用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各种矿泉水 山泉水 纯净水等相继诞生 企业执行的标准 国标 地标 起标 搞得消费者一头雾水 一个是真正的天然矿泉水 或者是天然的地表水 还有一种就是人工加工的水 一种加工的水呢叫纯净水 或者蒸馏水 还有一类呢被称之为矿物之水 不是矿泉水也不是这个纯净水 它实际上就是自来水通过过滤加工之后 再加上一定的矿物质 然后组合而成的 但无论是哪种类型饮用水 执行何种标准 质量都越来越令人堪忧 据市场调查数据显示 瓶装水在致癌物质 锈酸盐含量上 矿泉水的合格率仅有50% 矿物质水合格率为66.7% 山泉水为71.4% 除了农夫山泉之外 雀巢矿泉水 哇哈哈纯净水 衣云矿泉水等知名水品牌 都曾爆出质量丑闻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 饮用水市场如此乱象丛生 专家最后建议大陆民众 自来水尽量过滤 尽量饮用白开水或者水源地 无污染的矿泉水 青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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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青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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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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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